哈喽,欢迎收看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小妹,你好 喵 喵 我说哈喵 哈喽,你好 那我们要来说故事了 世界上最棒的爸爸 这呢,是由小时报出版的 小时报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介绍过那个 就是那个啊 当你出生的时候 有没有 当你微笑的时候 那一套书啊 小宝宝红睡觉系列 还有 什么奶油吐司啊 什么奶油吐司,怎么说 还有波波尼啊 波波尼 对啊,波波尼 对不对 假装去睡觉 那也是小时报啊 这个世界上最棒的爸爸 他还有一本叫世界上最棒的妈妈 插播什么啦 不要插播了啦 有世界上最棒的爸爸 还有一本世界上最棒的妈妈 父亲节快要到咯 今天是8月几号 4号 对不对 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了 提醒小朋友可以准备一下咯 哦 好 那今天呢 这本书的作者是 派翠西亚 查普曼 会者就是画图的画 插图的会者是凯特 查普曼 哎,都是查普曼 他们会不会是亲戚 他跟我一样耶 跟你一样 好,翻译的是苏义珍老师 就是要开始咯 世界上啊 最棒的爸爸 哎,这个小孩 你看他穿这样 外国小孩都穿这样 他们都穿这样连身的 就是从袜子 开始一路包上去包到脖子的那种 尿尿尿 尿尿就是要从上面一路脱下来那样的 对啊,为什么要这样 但他们这样可能是怕小孩子 就是类似像T被子或什么吧 然后布布 对啊,就把你整个人都包起来 你就不会受凉的感觉 哎呦,现在风怎么突然变大了 每次我们好像开始说故事的时候 下雨了 小比快去关所有的窗户 厕所这个 楼下厕所 特厅的 还有房间的 对,房间通通都要关起来 突然开始下雨了 小比房间是也变成游泳 对,小比房间漏水漏得特别严重 有有有,我们已经有请人要准备要来修了 我们赶快把窗户关起来 小比,你们家附近有没有开始下雨了 我们现在,我们住在三峡 三峡开始下雨了 哎呦,台风来了 还好我昨天买了两颗高丽菜 好,他说啊 这个小孩,你看穿的条纹衣服的小孩 他跳到他爸爸的脸上 把他爸爸的眼睛给 台南市下暴雨 台南市早上下暴雨 哎呦,台中也下大雨了 哎呦,爸爸今天要回台中 哎呦,你们还好吗 你们要做好房台准备 接下来每天都会下大雨了 好,继续说了 你看这个小孩啊 把他爸爸的眼皮这样硬是拉开来 因为他爸爸还在睡懒猪脚嘛 好困哦,好困哦 每天上班好辛苦哦 我都还没起家 对啊,小妹是睡得很晚的 可是大部分人家的小孩 都是比爸爸妈妈还要早起的 尤其是越是放假起的越早 是这样,我刚刚芽芽过夜啊 五点就起来了 对啊,我们家的小孩 跟其他家的小孩不一样 然后家伙人超好的 不像小QB一直狂叫我起来 就说,小妹起来了 对啊,小QB要找你玩嘛 芽芽很体贴啊 芽芽很温和 他就想让你继续睡 那我现在旁边玩玩具啊 你先睡 然后你都去吃铁铁铁铁 对对对 好好好 好好好 总而言之啊 那个 我们家的孩子睡得特别晚 可是你看这个小孩啊 他就起好早了哦 他说啊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怕的爸爸了 最棒的爸爸 因为呢 他喜欢很早起床 他喜欢很早起床吗 我觉得他看起来没有喜欢耶 他眼睛是被动的 他被拉开的 对 他是被迫起来的吧 你这么代替他爸爸 说那个 他爸爸喜欢起床呢 绝对不太像是这个样子哦 他还说啊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了 因为他会做最好吃的早餐 可是 可是 可是这 这这怎么回事 汤汤把碗放在头上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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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还好下面有一只猫帮忙吃 我如果是他妈妈 我现在大概就要尖叫了 哎呦 牛奶也打翻了 鸡蛋也掉到地上了 哎呦 这什么东西黏在这个烤箱上 我的妈啊 他爸爸早上可能是做 嗯 松饼类 飞飞每天都六点起床 飞飞都那么早起床啊 小妹妈妈起不来 小妹妈妈就是一个懒猪 那个中年懒猪 我好爱睡觉 我们最想尝试一点这些出国的 对对对 出国我们才会起得早 你看 他爸爸哎呦 这个 就是他爸爸可能是想说 让妈妈多睡一点 先起来帮忙啊 应该是做松饼类的吧 这个面糊 那边倒起来的 对对对对 有鸡蛋 有牛奶 加进去 然后调一调 用这个平底锅煎了以后 给他小孩吃 虽然呢 哎呦 厨房弄得一团乱 地上也都弄脏了 但是这个小孩啊 他觉得很幸福哦 小孩子说 他 我的爸爸会做最好吃的早餐 乱子做一通 他也觉得最好吃哦 他还说啊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了 因为他会在早上帮我做好出门前的准备 哦 他们一起刷牙 一个人在刮胡子 一个人在刷牙 对不对 我希望他爸爸没有做出我想到的那样的事 就是把他的胡子泡泡 挤给小孩 拜托 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 那个不能拿来刷牙的啊 你看这个小孩 他也是满脸的泡泡 他的爸爸也是满脸的泡泡 小朋友啊 你们家的爸爸有没有 每天早上起来 就出门上班之前 整理服装 仪容 但多了 比我们要多做一件事情 像我们呢 早上刷牙洗洗脸就好了 那爸爸呢 要刷牙洗脸 还要多一个哦 他还要刮胡子 便便 便便也是要 我早上起床也便便 我是习惯早上便便 我是吃晚餐吃到一半 小妹一定在吃饭吃到一半 就是晚餐的一半 有的时候如果吃很多的话 午餐的一半 小比是在人家洗澡的时候吃便便 小比好像也是比较偏晚上便便的 可是我是早上 我早上喝了一点水之后 就会觉得肚子胀胀了 早上起来都刷晒 早上起来刷晒 那你要不要吃益生菌 我帮你买益生菌 没有可能是因为他过期了 谁过期了 小比吃了过期了 他今天早上起来 可是他没有早上起来 他中午才起来的 对 好我们算了 我们家里的事就不说了 雨都像我的眼泪一样流了下来了 好怎么延迟呢 他妈没有流眼泪啊 我就说下雨嘛 好你看他爸爸早上起来 刮胡子跟他一起哦 他还说啊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了 他喜欢跟我穿一样的衣服 你看他们穿副子装 他们穿一样的这个吊嘎 你看他爸爸穿的吊嘎 我就有点担心 我不知道这吊嘎原本是什么颜色的 他看起来有一点脏 爸爸穿了这个灰 铁灰色的吊嘎 然后他儿子也穿了一个吊嘎 但是变成裙子了 对爸爸也有 爸爸比较少穿吊嘎 你爸爸都穿有袖子的 对他不穿吊嘎 因为我们家 因为那个小妹妈妈怕热 所以我很常常开冷气 穿吊嘎会冷啊 像小妹女时候穿吊嘎 所以他在 妈妈就会冷 对就是哈啾哈啾的哦 你看他爸爸穿吊嘎 他也穿吊嘎 他爸爸带一个这个 草边的草帽 他也带一个草帽 他爸爸穿着雨靴 哎呦小孩子啊 也穿雨靴 他们这个是 父子装啊 哎呦而且他们是牧羊人 对不对 他们是畜牧业的 他们养了好多绵羊哦 绵羊每年都要剃 把毛剃掉 因为他们自己不会掉毛 如果不把他剃掉的话 羊会好热哦 好他还说啊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哦 因为他会盖任何东西 他爸爸是建筑师吗 好像不是哎 因为他爸爸盖的房子 怎么跟我们认知中的房子不太一样 他盖的是秘密基地 你看 我也很会盖秘密基地 对 我很会帮小妹盖秘密基地 就想办法找一个东西撑着啊 或什么东西夹着啊 哎呦 盖一个秘密基地的感觉 对不对 他爸爸帮他儿子 盖了一个好舒服的秘密基地哦 哎呦好棒啊 他说我爸爸最棒了 他会盖任何东西 你看他盖秘密基地 好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了 因为 因为什么 他会开很大的卡车 这不就跟我们 我们的那个 parkes yamaka 卡车司机 土司司机 是卡车推 挖土机司机 挖土机司机 但不是他开的是 卡车司机 他说我爸爸会开很大的卡车哦 对啊哇好厉害哦 但他现在不是在开卡车 他在沙滩上面玩沙滩小车车 也很好玩 愿意跟小孩玩的爸爸都最棒了 接下来他还说啊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了 这不就是鸡在吃东西吗 他说因为啊 我爸爸让我像飞鸡一样的飞翔耶 怎么有办法飞翔呢 我们是人类啊 我们又没有翅膀 嗯 鸡就算有翅膀也飞不太起来 只能小飞两下 他可以这样 哦 哦 不不亮 那个是坠机吧 哦 但是呢 你看他说啊 我爸爸只要帮我背在背上啊 快步跑就像飞一样啦 所以他说啊 我爸爸就可以让我像飞机一样的飞翔了 好棒哦 还有嘞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了 因为还是一台车 对 他自己也可以当成一台车耶 他说我爸爸从来都不会累 你看 要陪小孩子玩伴家家酒 伴完家家酒之后 两个小孩都骑到爸爸的背上了 要当爸爸的车车了 哎呦 好辛苦啊 而且地上还有积木 哎呦 如果爬一爬爬一爬 踩到了的话一定痛死了 可是呢 他爸爸没有抱怨 还是很老实认分的当他们的车车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了 那接下来嘞 哇 这个爸爸更厉害啦 他会不会是医生 他说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哦 因为他对动物很善良 你看 这个不是波波尼吗 不是 不是 对 波波尼耳朵是竖起来的 这个小兔子的 他是锤耳兔 哎呦 你看这个孩子 他的小兔子娃娃 大家都小兔子娃娃耶 小兔子娃娃的脚受伤了 棉花都掉出来了 医生 医生 快点 需要急救 快来救他呀 他爸爸就说没问题 来 快帮我换上手术服 换上手术服之后 戴上面罩 他要做全套的 他都没有做全套 戴上口罩之后 换上手术服 拿出手术工具 来帮这一个小兔子做紧急的急救 好这个接骨手术 做好了 你看他爸爸拿这个 不知道什么脚带 看起来好像很黏 帮这个小兔子都脚治好了 也不止小兔子 球也破了 球也黏好了 哎呦 还有什么 收音机的天线也断了 他爸爸就一招 用黏 对 所有的东西 通通坏了都黏的 好吧 这个不知道可以撑多久 但是他爸爸我想他是尽力了啊 他说啊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了 他喜欢真正的好音乐 你看我们在演奏这个爵士鼓啊 还有这个小鼓啊 还有这个框框框啊 锣啊 对不对 你看我们演奏着 拔对不起 拔 框框框 你看连这个猫啊 都吓得逃跑了 你看这个逃逃逃逃走了 这里 这一只 我要让他来追这个点点 他不是 他不是活的猫 要真的活的猫 才会去追雷射点点 你看这些小孩 哎呦 他们家有三个小孩 不得了了 三个小孩真的会挺热闹的啊 有三个小孩啊 在这边 叽力咕噜叽力咕噜啊 轻轻香香轻轻香香的 演奏音乐 他爸爸呢 都没有反抗 他爸爸还顺便伴奏耶 你看他爸爸拿了一个垃圾桶 还是锅子 在这里拍拍拍 哇 他爸爸真的喜欢真正的好音乐 他是一个鉴赏家 对 音乐鉴赏家 他还说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咯 他和天空一样高耶 很多小孩当 变成 自己变成爸爸啦 你们的爸爸老了以后 小妹哥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爸爸老了以后啊 回头看才发现 哎 爸爸好像没有当时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耶 可是我们小时候都是抬头仰望爸爸的 他已经长到妈妈的脖子了 对啊 小妹越长越高 之前只到我的胸脖 现在竟然到我的脖子 妈妈 你小巴胶子在头顶 真的是 这个暑假 我想很多小朋友都长高的很快 因为每天都吃饱饱的 睡好好对不对 都不用去上学 你看他爸爸 以前 你都可以坐在 你还小的时候 可以坐在爸爸的肩膀上 就会觉得 再差一点点 我就摸到天空了一样啦 哇 跟天空一样高 好棒哦 他还说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 他知道冰淇淋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耶 真的吗 可是 可是有的时候 妈妈会希望 小朋友在某些时间不要吃冰淇淋 我们家是相反 我每次都想吃冰淇淋 然后小妹爸爸就会说 不可以 现在不能吃 或者是那个 不要吃太多 对啊 你超过十点了 我也会跟你说 不可以 都那么晚了 怎么可以说要吃什么冰淇淋 好 你看 但是呢 但是没有超过也 没有脑 你已经有吃过 今天你有吃过冰的东西了 就一个份已经 不是一个份 就是已经吃了一份了 就不要再过量 过量不好 可是这个爸爸 他就帮两个小孩各买了一个耶 你看 这是香草 这是巧克力 他爸爸自己吃草莓的 可是一直滴下去 衣服也滴到了 地上也滴到了 小孩的帽子啊 鞋子啊 玩具掉了 他爸爸都没发现 他爸爸觉得只要冰淇淋吃就好了 哎呦 这该这么办才好 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 可是回到家 他这一个爸爸就会被他妈妈走一顿了 好 他说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了 他总是啊 在那里等着接住我哟 不要担心你往下跳吧 爸爸一定会接住你的 不会让你受伤的 对不对 是不是 爸爸们都有跟你说过这样的话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接住你的 小的时候啊 是你从高的地方要下来的时候 爸爸会跟你说我会接住你的 等到长大了以后啊 有的时候不管是工作啊 或者是啊 人际相处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爸爸会跟你说那没关系嘛 那你就回家 回家睡一觉吃一顿好的 就可以忘记烦恼了 我会在那里等着你的 把你接住 你看就跟爸爸这样 小时候是这样长大不一样的接把哦 爸爸会等着接住你 还有呢 你看最后睡觉了 大家统统睡着了 狗狗还舌头都吐出来了 睡得太舒服了吧 他说啊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啦 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小睡一下 我个人是觉得很多家里的爸爸 随时都可以小睡一下 就是一瞬间你一回头他就睡着了 不是在沙发上 他都是晚 对对对 平常中午太吵了 对爸爸 爸爸睡眠品质比较不好 但是大部分人家的爸爸都很好睡耶 走到哪儿 睡到哪儿 不是在睡觉就是在马桶上 哎呦 这样太享受了吧 但是这才是最浪漫的事 你看他跟小孩一起睡着了 好棒哦 爸爸应该是在讲 最嫉妒哦 嗯对呀 妈妈会觉得哎呦好嫉妒你们 但没有妈妈现在一定很高兴 赶快跑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看这个爸爸应该是在说睡前故事啊 跟他的小孩跟他的宝宝 说睡前故事 说啊说说啊说 小孩睡着了 爸爸也睡着了 还好大家都盖了被子 哇太棒了 你看爸爸睡着前啊 还记得要拍拍他的宝贝呢 这些爸爸都跟自己小孩长得好像哦 对不对 都好像双胞胎哦 这确实是塌生的 不会搞错的 这个小孩跟他长的一样 连发型都一样 塌生的没有抱错哦 他说啊我爸爸真的很棒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小睡一下 困了就睡吧 不要硬撑啊 舒舒服服的多好啊 人生啊 最畅快的不就是这样了吗 结论来咯 妈妈可以快跑了 不要再跑了啦 快点回来 他说啊 我爸爸是全世界最棒的爸爸了 哇 你看跟爸爸要抱抱 记得哟 每天呢 吃了跟妈妈抱抱 也要跟爸爸抱抱 说爸爸你辛苦了 你是全世界最棒的爸爸了 父亲节的时候要加码再多说一句 爸爸你辛苦了 你是全世界最棒的爸爸 还有 父亲节快乐 你要记得说哟 8月8号 哦 不要忘记了 好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说的故事 你看这个就是刚刚 刚刚我们所有 看我手机 好过来啦 小妹 快点过来 小妹过来 你看这些 你打嗝了啦 把牛奶喝下去 这些就是今天出现的爸爸们 就是所有的爸爸 你看这个不爱睡觉的爸爸 会做早餐的爸爸 穿青纸妆的爸爸 整理纸妆仪容的 开大卡车 它是秃秃的 它其实没有 它是平平的 但它用这样的技巧来画 你就觉得 哎呦 这好像是用缝上去的 就好像布的感觉 被子的感觉 但没有 那个是胶带爸爸 那 对这个是用胶带 这个是会 110人观看 110人观看 会抢救 他的所有的玩具的爸爸 哎 这个爸爸是懂音乐的 这个是高高的 这个是吃冰淇淋的 小睡的 哎 这个爸爸是谁啊 刚刚没有这个爸爸 这个爸爸 玩伴家家酒的爸爸 还有在这个 地上爬的爸爸 哎呦 还会飞的爸爸 会盖房子的爸爸 你看这些都是啊 全世界最棒的爸爸 记得哦 永远不要忘记 不管人在哪里哦 爸爸都会等着接住你的 别担心哦 这边是最棒的小孩 然后对 可以啊 最棒的小孩 这边是最棒的妈妈 哦 也不错啊 那你看 这几个插地啊 哎 这里有空 空格的 我们可以填上自己的 对不对 或是贴上自己的贴纸 贴上自己的小照片 或者是自己画啊 也可以 你看这样一格一格的 他的蝴蝶叶前面也有 你看前面你也可以自己画 他说 给世界上最棒的爸爸 爱你的谁谁谁 这个就是你的名字嘛 就比方说这本书是你的 比如说爱你的小妹妹 哈 这是你的书 你在这边 你可以自己画你的爸爸 或是贴你爸爸的照片 都不错哦 我想贴小比最强的照片 这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的书 等到世界上最懒惰的姐姐的书的时候 你再贴这一本书 不是给小比的 哎呀小比哭了 小比哭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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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